你好有聲 大家睡得好嗎 我好 好像硬得很大聲 這樣就真的睡得好 上禮拜我問是這樣 沒那麼大聲 表示有一半的人沒有睡好 那麼沒有睡好 那今天你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那麼 我來這邊大概一百多次 我們85屆 我差不多每一屆都有來 包括高級班還有高砂的 那我每次來第一天我都會睡不好 所以我聽你們說睡得好的 我也覺得你們很幸福 上個禮拜 那個中華民國跟美國買的 Apa 7的直升機 有一架摔下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記得他們 剛從船上掉下來 不是 是用 吊車掉下來 不是從船上掉下來 上面有 中華民國的那個國徽 對不對 那是演給我們百姓看的 等他們運到他們 那個隊裡面 你看 他摔下來的時候 看得到國徽嗎 沒有 我到處找找走 就找不到國徽 這家808號 正好就是 馬英九 在那個Apa 7曾經典禮的時候 他跑上去做 在那邊做秀 有沒有 拍照的那一家 真的被他 他真的是馬代賽 希拉蕾跟他握手 希拉蕾 沒幾天手就摔斷了 有沒有 王建民本來在美國職棒 穿得抓不到 曾經 那個 聖頭有19頭 那麼 就差一點點就可以拿到那個 那個賽洋獎 有沒有 那個頭手最佳的 最佳頭手的那個賽洋獎 結果跟馬英九一握 到現在 現在 代賽到現在 一直被賣來賣去 就是表現不好嘛 那所以 碰到馬英九 要離抗 不要跟他握手 我很擔心 前幾天那個 蘇貞昌 去跟他會面的時候 兩個在那邊吵架 後來不知道有沒有被他握手 我是希望他能夠去跟那個 習近平開一次會 握一下手 可能對我們台灣會好一點 OK 好 那馬英九 現在我們大家 這大概 拿馬英九來講 當做笑話 當做笑談 變成一個流行 所以 那我今天也來講一個 馬英九最喜歡去long stay 然後他就有一次去鄉下那個 養豬夫那邊去long stay 那麼 早上的時候 養豬夫就帶他要去參觀農場 主人有養豬啊 養雞啊 還有養狗的 請馬英九走前面 那個養豬夫很禮貌說 請馬英九走前面 那馬英九說 你的農場你應該走前面 帶我們參觀 那那個農場的主人 平常都是 趕豬啊 趕雞啊 趕習慣啊 他跟馬英九講說 我習慣走在那個畜生的後面 馬英狗 馬 老英 狗 這就是動物嘛 他說我習慣走在畜生的後面 好 那中午那個主人又辦 一個一桌菜請馬英九 裡面有一個蹲機 那馬英九一撈就先撈到那個 雞腳 那中國人就很會用漂亮的池澡來行 這個鳳爪好啊 就一個放在他的盤子上 那夾一隻要給那個農場主人吃啊 然後說喔 包括總統 我們平常不吃這個雞爪 我們都留給狗吃啊 那你跳舞 好 現在真的是 把馬英九當作笑料再講 好 希望你們沒有睡好的 聽一聽笑話會精神好一點 好 我們 昨天是講到這裡嗎 不是喔 好像不是 應該是 好 那麼 控告美國以後 那美國被那個法院 國務院被那個法院提醒說 要依照 舊金山合約 來 上 要依照舊金山合約條約的規定來行事 這個 各自本案的這一段 什麼時候 這個法院才會再提起來重審 就是在等我們台灣民政府 美國給我們的要求是 要訓練四千個 就像我們這樣訓練 要四千個 人也受訓過 然後 然後 要辦台灣民政府 所發的 台灣政府 的身份證 要四十一萬份 之後 美金 那個美國的法院應該就會提審 還有當然 我昨天講了 也要讓美國的國務院國防部都準備好了 台灣民政也準備好了 那一定會再提審 OK 好 那麼 在2010年的7月4號 就是美國跟我們協商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的特區 掛牌運作 我們這個台灣Cyber Club 這個 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掛牌運作 那你去看 這個7月4號 是什麼日子 美國國慶日 美國國慶日 沒錯 那麼 菲律賓的國慶日 欸 正好也是7月4號 為什麼 菲律賓 原來是美國的殖民地 但是他們有菲律賓的那個獨派 一直在 主張要菲律賓要獨立 那麼 經常 這些獨派去攻擊美軍 去打游擊戰 那打了就跑 那美軍就去追腳 可是因為菲律賓有 四千多個大小島 比較大的兩千多個 你 他逃到這裡 你去追腳 他又逃到那個島 所以美軍頭痛得要死 所以後來 美國跟菲律賓的獨派首領 開會說 協商 你再讓我管理十年 十年後 我把你們的行政系統弄好一點 再讓你們獨立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隔年 1946年的7月4號 在美國的幫助之下 就讓菲律賓獨立 所以菲律賓國慶日 也是7月4號 那這次美國叫我們去 那個華盛頓特區 十款區去掛牌 也是弄這個7月4號 這個議案 不言可遇 然後在9月8號 雙方協調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四季飯店 舉行慶祝酒會 美國的國務院 斯瓦部 國安部 國安部都有派人來到場祝福 我們 他們美國有大概近百位 我們台灣民政務有八十位 那麼你注意看一下 這個9月8號是什麼日子 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舊金山簽署的日子 有五十一個國家簽署 四十八個國家 經過他們的國會 同意通過那個法案 好 這是在四季酒店裡面 這是我們的主席 這是我們主席 OK 這是201年的9月8號 四季飯店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歷史的建築物 以前所有的美國 重要的國際記者會 或者美國政府有什麼事要宣告 都會找這個飯店開 這個飯店 大概有 很有歷史啦 多少年我記不清 但是 歷年來 你要在這邊開國家記者會 都要經過政治性的安排 才可以租到這個地方 不是你隨便說要去開記者會 就可以去租的 不是喔 好 好 那麼 因為時間關係 有些我可能 就給它跳過去了 OK 好 我們在2011年的1月25號 完成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們應該都有發 那麼 我們把這個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通過以後 是作為核發本土台灣人的公民身份證 還有履行證件的法源 注意 我們是依法行事 做什麼事情要有法律的規定 有法律的法源 我們才可以去發行台灣公民的身份證 好 好 那2011年12月20號到23號 我們台灣民政務組織 就是152個人去日本的晉國神社參拜 3萬9千1百個台灣雲林 在那邊舉行慰寧祭 這是我們在東京的晉國神社的鳥居下面拍的照片 那麼我們是受到晉國神社以政府的規格來接待 一般的日本民眾 他只到這個前殿這個地方拍兩個手 舉個弓就算擊敗完成 那麼我們是被安排進到裡面的中殿 我們的高砂族在那邊跳戰舞 還有在那邊讀祭文 來祭拜這些台灣高砂育勇軍 替日本天皇戰時的這些英靈 來給他慰勞祭 而且我們還被邀請到最裡面的內殿 去祭拜那些英靈 好 然後在12月23號 我們在日本皇居前向日本天皇來祝壽他的生日 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號 皇居歷史上首次同時出現日本國居還有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這是第一次 我當初要去日本天皇祝壽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說我們會被安排到最前面 那個天皇大概就是我站在這裡 他在最後面那個地方而已 非常近 這個是天皇 那他們這邊都有用玻璃 防彈玻璃包球 那我們的後面 在那個小山坡上面 好大概兩三百位那個 國內外的攝影記者 在那邊拍照 好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們的未來要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入海空三軍司令部 將裁測 改為指揮部 那麼現在有21萬5的兵力 最後要精簡裁測到剩下12萬人 好 那麼你注意看 三軍司令部裁測 只剩下指揮部 為什麼 這是美軍 就是要把中華民國的指揮系統 慢慢的把它解除掉 解除武裝的意思 你沒有司令部 那誰當司令 就是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 直接發號司令指揮 中華民國的指揮部 而且很多戰車 飛機上面的那個LOGO 中華民國的LOGO 都被下令突消掉 好 那麼美國軍事政府進入台灣以後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人員 要測到金門馬祖 或者福建的平潭島 好 我們看一下 平潭島到海峽號的平潭 開到台中港 就是首航 從台中到平潭 大概只要三個小時 好 然後再來看 海峽號從平潭到台北港 台北港就是在巴黎 從巴黎到那邊只有兩個半小時 這是平潭島台北首航 那這艘船它可以載大概760名旅客 包括240輛的小轎車 去年預計是可以運輸大概18萬人次 而且國民黨他們的聯合報報系 自己報說 海峽號 台北港到平潭 它的運量會高於台中港 為什麼 因為台北縣市 就是中國城 中國人最多 他們當初撤退來 大部分很 由於大部分都是在北部 所以從台北港出發的 當然人會比較多 從那邊撤退也比較快 比較近 OK 好 那麼為什麼美國說 台獨代表戰爭 以前我們 聽到這個 都會想說 喔 阿公啊 老公要打我們 這是我們錯誤的思考 真正的是 美國要打我們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 美國的前國務卿 副國務卿 叫佐力克 這個在香港的那個中平社 5月13號的 那個 他講 美國副國務卿佐力克 日前在美國國會的 眾議院國會關係委員會 美中關係的聽證會上 明確表示 讓我清楚的說 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這作為副國務卿 一級的美國主要官員 如此直率的把台獨與戰爭 直接緊密的掛鉤 在過去是極為罕見 他說 這是因為 讓我把話說白 獨立意味著戰爭 這意味著 我美國要出動 陸海空軍還有海軍陸戰隊 四大軍種來攻打台灣 為什麼 我昨天講過 台灣跟澎湖 會被美國軍事佔領 是因為 美國單獨 打敗了日本 這所謂打敗日本 就包括 台灣澎湖 所以澎湖 被美國軍事佔領 這等於是抵押品 就好像說 兩個人賭博 我賭輸 我跟你賭博 我賭輸你了 我沒有現金給你 我把我的土地 所有權狀 抵押在你這裡 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這樣 你日本的戰爭 對美國的戰爭在 還沒有還清楚 台灣不可能就回歸日本 所以台灣要跟琉球模式一樣 要美國政府跟日本政府協商 看要賠多少的戰爭債 可能要十倍的琉球 可能32億美金 或者以現在的幣值 可能要320億美金賠償給美國 你才有可能讓台灣返還日本 你知道嗎 你都沒有把這個債務還清楚 就好比說我們把一塊土地拿去 跟銀行借錢 抵押在銀行手上 然後你沒有去把錢還清楚 你說還要再把這一塊地 拿去賣給其他人 那就違反 你的借貸的這個程序了 你要先把錢去還給銀行 把你那個抵押突銷 對不對 你才有資格再賣這一塊地 那台灣人現在 也不管美國這個債權人 也不管日本天皇這個所有權人 就要把這塊台灣土地說 就變成我們台灣人的 這是不合邏輯的 所以美國才會說你台灣獨立 我債權人美國當然跟你打 就會跟你作戰 好 那麼為何美國說台灣不可以公投 你台灣 你美國號稱自由民主人權立國的國家 你自己在辦桌長選舉 或者參眾議員的選舉 你們都會夾帶一些公投的項目 公投在美國是非常平常的 事公見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要公投不可以 其實美國非常擔心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被中國人洗腦洗了68年 都變成中國的思想 都自己也變成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85%的台灣人 會選輸不到15%的中國人 就是因為你把它比比比方說 我們2300萬的住在台灣上面的人 其中300萬是存種的中國人 其他2000萬是本土台灣人 可是這2000萬裡面有1000萬人被教育成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好 你看 他們變成1300萬 我們只剩1000萬 所以你看2008年 謝長廷跟馬英九 一個統派一個獨派 結果選舉的結果變怎樣 謝長廷輸200萬票 好 2012年1月14號 小英跟馬英九選舉 也是一個統派一個獨派 結果呢 小英三姿小豬 穿得抓不到 我們認為說我們贏的 結果呢 還是輸80萬票 好 你把這兩次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 你把它當作統獨公投 我們輸耶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擔心 一直不讓 台灣人公投是這個原因 所以陳水扁當初 2004年弄了什麼 飛彈防禦性公投有沒有 美國想要把它阻擋 可是又找不到適當的理由 因為陳水扁真的小聰明也有 他弄防禦性公投 我要保護自己不可以嗎 美國實在找不到理由反對 所以就讓他辦公投 可是要求 你真正辦公投你的次序 你的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你要把一個說明書 白皮書你要先送給我美國看 美國看了 找不到什麼理由 好 才讓你公投 為什麼一定要還要送文件給美國看 因為美國才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才有這個權力來管東管西 好 那這個剛剛有講過 台灣民政務要訓練四千名的人員 還有合法四十億台灣政府身份證 這個當初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命令蔣介石的部隊來接管台灣的時候 蔣介石命令陳儀來台灣當行政長官公主的長官 那時候他就派了一千名來台灣 那時候台灣的人口大概六百萬 那我們台灣現在兩千三百大概三十萬人口 大概兩千四 所以換算大概要四千個人員來接收大員 四十一萬分這些台灣政府身份證 就是基本的民意 這些能夠來參加申請的這些四十一萬人 也可以等於說我們的民政務的一些類似像 好比說總主教官 這些人再繼續去推廣說 台灣人要拿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台灣人不要去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把台灣人跟中國人切開分清楚 為什麼 這個台灣政府身份證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它可以把區分台灣人跟中國人 因為我們那個身份證上面會有一個分類 class 你如果本土台灣人它會有一個TW 那如果中國人的話 它就有一個C1 C是Chinese E是YX 就是中國難民 它拿的是叫做難民證 好 OK 那我們來看美軍佔領台灣的法理預計跡象 哇 這次講得比較慢 麥克阿瑟的命令 命令蔣介石 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 來接受在台灣的日本軍隊投降 這是一個代理的行為 美國才是真正的老闆 好 因為美國是日本台灣的征服者 它有權利來分配盟軍的佔領區 OK 好 這究竟合約這個 昨天秘事長講過了 對日合約的擬定 還有跟51個同民國來一起協商 這是杜勒斯在主導 這個杜勒斯後來做到美國的國務卿 那麼他當時是受美國總統來聘任當特使 來跟其他的國家來協商 好 台灣關係法 美國在1979年的1月1號 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等於是麥克阿瑟的那個1號命令斷 所以雖然這個台灣關係法 在1979年的4月10號訂立 但是要追溯到1月1號來上校 就是說不要讓中間有空窗停 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是依照究竟那合約 美國才有權利跟EU來定立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其他國家 英國啦 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法國台灣關係法都沒有 對不對 雷根的六項保證 1982年那時候 美國要跟中共簽訂817公報之前 那時候風聲喝力 台灣那時候民心浮動 很多有錢人都把家產變賣 準備逃離台灣 因為很可能台灣會被美國出賣 這個817公報就有點像是1949年國共內戰 那時候美國發表一個對華白皮書 那是壓垮國民黨軍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個白皮書一發布 國共內戰情勢人大逆轉 國民黨部隊逃得非常快速 敗退得很快 所以那時候連他們自己的報紙 他們的報紙也很會美化 他打敗仗撤退 他怎麼形容呢 我軍轉進神速 撤退是這樣 可是他說轉個方向前進 你看都會形容 神速喔 一日千里 你看 招到禮寇比較愛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你看 阿公的撤退不中了 人家會老趙 講幾步 如果台語 四字就開割了 怕輸招贏了 對不對 三十五間百萬公司輸了 輸了 輸了 連現在走來這間 這間也不是他們的 這 我們是大日本地區 我們來看他的 公報來在說什麼 美國不意思對台灣的軍修 撤退 雜跡的一期 美國不會就台灣軍售議題 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諮商 第三 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下 停止對台軍售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重結者 美國不能撕破壓力 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 第六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台灣有主權的這個主張 這個 這個保證就是讓台灣的人民安心 因為大家怕說 會不會像當初的那個 對華白鼻鼠一樣 台灣能 可能會被出賣 被阿公會來 佔領台灣這樣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其他國家 對台灣有任何的保證或者承諾 有沒有 都沒有嘛 因為 別的國家對你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 你自己國家的前途怎麼辦 那是你自己家的事情 那為什麼美國 被蔣經國一 就是要求 他要來發佈這種心戰喊化式的 對台六項保證 就是美國跟台灣有關係嘛 那美國跟中華民國 是同盟國的關係嘛 跟我們台灣人 跟我們大日本帝國 是對立的 對不對 那雖然我們被佔領 可是我們佔領地區的人民 也有人權 也有基本的人權 並不是說 我們打敗仗了 就變成人家的奴隸 不是喔 我們還是有我們自己要求的尊嚴 你美國如果違反國際法 違反國際戰爭法 我們還是可以提告 這就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 我們林秘書長 2006年 會去告美國 然後判決到最後 美國要出面 來協助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訓練四千人 好 還有 我們所做的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是送到美國國防部 的下屬一個單位 所製造出來的 我們不是自己印的 我們後面是有晶片的 好 那麼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講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 再繼續來跟各位報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我們這次課 不必休訓 好 繼續上課 好